今年2月 新北市消防员黄玉龙到了明洋冷冻食品公司处理安器外泄的爆炸案 不过却踩空了电梯顶部而死亡 检方认为是公司图方便 将这个电梯门绑住没有办法关闭 才让消防员踩空摔死 因此起诉了董事长跟总经理等四个人 VMN烧伴随爆炸声响 去年2月大年初二 新北市五谷一间冷冻工厂 安器外泄爆炸起火 一名36岁的消防员黄玉龙连忙冲上五楼想拿工具关闭安器开关 想不到在浓烟中踩空 跌落12米深的电梯井 黄玉龙当场伤重不治 货梯的门 因为厂商为了贪图方便 他们就破坏那个厂货梯的安全滑 原本工厂变称是马达故障才将电梯门用砸线带防死 避免关门 差点获得不起诉处分 家属不服 检方找来了安检人员详细调查才发现 这部电梯竟然从来都不关门 每次来都看他绑死 而且他每次来看他绑死就把他剪掉就对 每次来就不是只有一次 至少至少公里还在 本工厂为了贪图送货方便 故意让电梯的安全装置失效明显有过失 检方将董事长总经理等四个人 依照建筑法91条制人与死罪起诉 总算还给家属一个公道